在我国历史上,自从秦始皇称帝以来,历史上出现过几百位皇帝,但是随着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复姨,在1912年退位以后,封建王朝正式结束了帝王的统治,但仍然有不少人梦想的复辟,比如袁世凯称帝,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他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可是在我国历史上,却有这么一位奇葩的农民。 在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已经30多年了,还胆大包天地公开称帝,而且他手中无权无兵也无钱,也幻想地过上三宫六院的皇帝生活。 不仅如此,他还堂而皇之地改名号,分封文武百官,思客遇洗,制定法律,还御驾亲政。 最可笑的是,他还打算给蒋介石封王,却不知道,这个蒋介石已经去世七年了。 大家好,我是小琪,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让人啼笑皆非的中原皇帝张庆安的荒唐故事。 张庆安原本是四川省八宗县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过和其他的农民不一样的是, 早年间他曾经上过私塾读书,还可以写一首工整的毛笔字,三教九流的名堂都略懂一些,懂得给人算命。 他曾经大肆地鼓吹自己会看运势,会预言天下局势,还做过赤脚医生,懂得一些民间的医术。 就是因为会医术这个特长,他也因此在当地早林乡设立的卫生院,做过行诊的医生, 还被委认为八宗县平良区早林乡的卫生协会副主任。 不仅会读书十字,还写的一首好字,还当着不大不小的官,张庆安的这些经历, 绝对在当地称得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可是他并不满足于现状, 于是就打算扮成算命先生,到处走街窜巷,以此来骗取人们的钱财。 没想到这一下子还挺有用,让他还骗到了不少钱, 但是他的好日子也一下子到头了,因为被检举揭发,他被撤销了副主任的职务, 到了1981年,因为生活过得贫困不堪,他又想重造就业,骗取更多的钱。 这次他竟然想到了一个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就是做皇帝。 张庆安不但敢想,还付诸了实际行动。 说起来张庆安还是有很多小聪明的,他利用当时的人们受教育的穷度比较低, 而且信息比较闭塞的现状,慢慢的去实现自己的计划。 一开始呢,他把自己包装成受到高人指点来解救世人。 他还宣称自己得到了一本名为《武功经》的天书, 书上说啊,1982年将会在世界上出现一场天灾, 这场天灾将会把所有的人都灭绝掉,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遭受这场灾难, 那就是只有信奉这本书的人才能活下来, 而且呢,还能够劫后余生,后半生大富大贵。 1981年2月正值寒冬,张庆安在去庙里面上香祈福的时候啊, 碰到了以前的熟人妙贵堂。 妙贵堂本来是在工厂上班的, 因为得罪了权贵而被迫辞职, 现在贤富在家无所事事, 这两个人一见面就相谈甚幻。 张庆安对妙贵堂说出了他所谓的理想抱负, 并且呢,还向他大力的宣扬《武功经》里边的预言, 说1982年的7月将会发生天灾, 当时张庆安神秘兮兮兮的告诉妙贵堂啊, 说自己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武功佛告诉他, 在1982年的7月, 世界会发生大劫烂而导致末日, 世界上的人都会灭亡。 妙贵堂一听吓得半死, 不停的追问解救方法。 张庆安告诉妙贵堂啊, 要想托尼这场灾难, 只要你一直信奉武功佛就不会出事。 妙贵堂一听立刻就明白了, 一直点头说自己一定会照办的, 并且还要去鼓动更多的人来参拜武功佛。 这么低级的骗术, 张庆安竟然成功地拉拢了妙贵堂的信任, 两个人结义为兄弟。 随后张庆安以同样的方法笼络了村子里几位有威望的老人, 并且还开办了一场名为免节会的小型奖金会。 在这次奖金会上, 他把武功经里边的预言讲了一遍, 在这次成功的洗脑会议后, 大家决定共谋天下大计。 这次他们初步订下了一些制度, 商定了秘密的联系方式, 张庆安还给每个人制定了发展的任务, 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廖贵堂大力地发展了十几个信徒。 而另一方面, 张庆安也在各个乡村游走, 继续用同样的方法来蛊惑村民, 一次发展不少的追随者, 有的时候, 甚至有追随者主动地献出自己的女儿, 给张庆安当妃子。 为了让自己新建立了王朝有模有样, 张庆安用七天的时间为自己的治国安邦大忌苦苦思索, 编撰了一本叫做《天律森令》的稿件, 也真的是难为这个指上过思索的农民了, 就这么一本书竟然还编出了四万多字, 这部作为建立政权之后的法律文件, 全部由张庆安用毛笔写成, 整个材料分为国令、法令、国政、国使等七个部分, 还撕克了《皇帝玉玺》和《清香府印》等, 不得不说, 张庆安为了他这个所谓的国家大业, 还真的是绞尽脑汁, 还真的挺像那么回事。 到了1982年6月29日, 张庆安和他的手下骨干, 经过秘密商议, 决定在当年7月2日正式登记。 当然呢, 由于时间紧迫准备的不太充分, 他们就是在山村的一个偏僻的瓦房里边, 准备战时的王宫, 并且还杀流窄阳, 为登记大典做了各种的准备。 到了7月2日的凌晨, 按照预先的计划, 先是由手下的一名骨干假装晕倒, 起来后呢, 说得到了玉皇大帝的指示, 要张庆安登记做皇帝。 随后张庆安走上登记台, 众人叩手欢呼奉他为帝。 接着张庆安开始给手下画大饼啊, 给他们封官拜相, 许下各种空头支票。 庙贵堂被封为父皇帝, 自己的结发妻子是皇后, 村民晋献的两个女儿是贵妃, 其他的人呢, 都被封为丞相将军等文武百官, 前前后后共有50多个人, 得到了所谓的封赏。 张庆安还把自己司客的印章啊, 分给了他认为重要的18个骨干分子。 更可笑的是, 张庆安还亲手写了一张任命书, 任命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为七国王。 可是呢, 他都不知道蒋介石这个时候啊, 已经去世七年之久了。 与此同时, 张庆安还建立起来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一共有70名成员组成, 由父皇帝尿贵堂执掌管理。 这里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啊, 那就是张庆安封地封疆之后的七月底, 他的大灾难也根本就没有实现, 没有任何的灾难发生。 这个时候很多基层的信徒已经开始逐渐清醒过来, 意识到啊, 这只不过是一件荒唐的事件, 并开始有人陆续地离开中原皇亲国。 张庆安见识不妙, 害怕建立起来的政权就这样灰飞湮灭, 所以呢, 他大胆地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那就是要御驾亲征, 带着他自己组建的草台班子进攻八宗县城, 他为这个行动还发布了出阵令, 号称能让手下做到傻豆成兵, 主统可以施法变成大炮等等, 种种荒诞的行为简直让人不忍直视。 张庆安的一系列异常行为, 很快就被县里的公安部门注意到了, 立刻派出了警察, 将张庆安等人一网打尽, 相关人员都依法抓捕归案。 到了这个时候, 不过短短的五个月时间, 张庆安建立的中原皇亲国美梦也随之破碎。 1982年12月21日, 八宗县人民警察局以反革命罪将中原皇亲国的一系列头目 和其他的骨干分子相继逮捕入狱。 这个案子经过八宗县达县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而认定, 张庆安等人以迷信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 图谋组件反动的中原皇亲国, 幻想推翻人民政权。 经过审理之后,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认定确凿, 根据相关刑法规定依法判处张庆安死刑, 廖桂棠判处无期徒刑, 至于其他的骨干分子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后来经过四川省人民法院核查以后, 将张庆安改判成无期徒刑, 而他的犯罪集团的骨干分子也依法受到应有的惩罚。 无独有偶的是, 就在张庆安称帝事件没多久, 时隔将近四年, 也就是1985年, 在四川省广安也发生了一件荒唐的称帝事件, 当地农民因为不满计划生育的政策, 带领手下攻占仙医院, 自己号称建立大友国, 他的国号也倒是简单直接, 那就是友娃随便生, 后来也被公安机关抓获, 在1988年的时候, 三东围方的联防队员, 在巡查时抓获了两个鬼鬼祟祟的人, 这两个人抓获时, 正在大街上到处张贴小广告, 联防队员们看清楚广告上的内容后, 大惊失设, 因为上面竟然有着大圣王朝进京登基等字样, 队员们意识到事情不简单, 立刻连夜押回去展开审问, 没想到挖出了一件令人唏嘘不已的惊天答案, 在有关部门继续深入调查下, 这个所谓的大圣王朝真相逐渐呈现出来, 让办案人员没有料到的是, 这个大圣王朝其实在1986年就已经在乡村成立了, 而这个所谓的大圣王朝的皇帝陛下, 也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成人名叫曹正坤, 相比于其他的妄想称帝的幻想家们, 这位竟然还是个女的, 他在建立大圣王朝之前呢, 就是当地有名的巫婆神棍, 整日帮人算命, 手下有很多的信徒, 是不是感觉和张庆安很像, 两个人都是神棍出生, 曹正坤梦想着成为武则天一样的女皇, 他将手下的信徒洗脑之后啊, 就此建立了大圣王朝, 在当地村子里当了两年的皇帝, 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 竟然想把首都建在北京, 认为啊, 这才符合女皇的身份, 他命令手下到处张贴标语, 供赢他进京登基, 就在这个时候啊, 他的手下被抓获, 从而让他的皇帝梦破碎, 后来曹正坤被执行枪决,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发生过多起成立事件,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在深山中登基, 这些唠句背后的原因呢, 是当时三村交通不便, 人们的知识薄弱, 信息不通畅, 这些犯罪分子, 正是利用这一点妄想图谋不轨, 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 他们注定要被法律给制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请给小琪点个赞, 每周都会有新的内容更新, 我是小琪,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